生命电视让佛法环绕全世界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红发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愿世间慷慨多过于贪婪 愿世间疗伤多过于歇然 愿天空抱有最初的未来 愿星亮如海被点点拖垮 愿生命随缘聚散随雨啊 万物都会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阿弥陀佛 当然有空各位到楼下 那边有很多佛像佛塔闭关的地方 那选择在今天 那是我们汉传佛教的精神 因为汉传佛教的精神就是 念想大慈大悲 忽度众生 一切以慈悲为根本 所以在还没有法会之前 我们都是先甘露诗诗 焉供妖供等等 大秤的精神就是 别人优先 众生第一 没有自己 你念一个阿弥陀佛 内心要想什么 世间苦 轮回苦 众生苦 愿自己跟所有众生 都得神净土 将来可以成佛 那这个来念佛可以啊 不然的话我昨天又碰到一个 病得很厉害 一个女性 月经不止 很痛苦 脸色苍白 头发也发白 她已经做了所有的家型 无家型 还想要出家 结果实在病得不得了了 她已经快离婚 事业不做 每天做家型 在山上闭关 结果四个堕胎太儿 一个也没超度 这也是我跑遍 欧美地区看到很多 年轻人 修行 执着这些仪鬼 闭关 家型 但是呢 对自己一点帮助 都没有 所以 连祖先都没超度 连冤亲在主都不原谅她 所以弄得她 快死亡一样 所以 这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有所求 修行不能有所求 所以 修行要完全的把自己 放下自我的各种想法 奉献给三宝 奉献给三宝 就像我们念佛的人 我们要把生命奉献给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不要我们的生命 阿弥陀佛只想帮助众生 所以这个奉献 就像一个军人奉献给国家 不是为了薪水 退休金 来当军人 哪一天能够为国家而死 这是它的光荣 这是世间法 但是佛祖王呢 他告诉我们 把自己奉献给三宝 那三宝就可以加持你 让你懂得奉献给众生 不然的话 有所求的去 诵经 甚至修家行 闭关 追求大手印大圆满 追求空性 结果呢 自己的一点点的小小的冤心在主 都没办法超度他 就像各位 假设你每天修行 结果你家里的小孩没喝牛奶 我管你的修行比较重要 家里的爸爸妈妈 没人照顾 管你的修行更重要 佛法更重要 当然佛法很重要 但是佛法的目的是为了慈悲众生 那慈悲是来自于报恩 你必须报父母恩 报祖先恩 你必须超度你的原型在主 多胎胎儿 这是起码的条件 那进一步呢 我们来追求更圆满 这个圆满是更慈悲的意思 而不是有高低的分别 这个地方叫印尼四水 我们阿底侠尊者 也曾经在这附近 如果下回有时间 他就在这边闭关十二年修菩提心 到了第八天 我们还要去世界最大的佛塔 波罗浮屠大佛塔 去礼拜 所以我昨天也在想 像我们这一群人能够在这边 难得 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翁头有趋势 的理想发心 慢慢的把它盖好 各位还知道 还在继续努力 虽然一切 还没有圆满 但是已经非常慈悲 所以我就跟他说 地方好了 我们赶快办一个短期出家 所以 让很多人得到地方的加持 也让我们的功德 来感恩这一片土地 人事物 也就是说 各位这一次来试水 印尼 可能过去是你是这边的人 甚至是一个传教士 甚至是一个法师 甚至是一个生意人 但是无论如何要有因缘 但是这是个祝缘 最主要的目的呢 念一下 认识自己 找到自己 也就是说 找到生命的意义 释迦牟尼佛 累积了轮回 到遇到佛法 发起菩提心 从发起菩提心中间 消除无量业障 累积无量功德 叫波罗蜜 最后终于圆满菩提心 圆满了成佛的果位 才能够千百亿化身 利益众生 也因为佛陀成佛了 以他的佛眼 慈悲 看到了十方诸佛菩萨的净土 以及十方诸佛如何利益众生 离这个地方很近 有一个世界最大尊的 不动如来 石头的 所以印尼以前是流行大秤佛教 特别是金刚秤 所以 但当地人 很少知道 他们知道这尊佛好像要熟 为什么会拿个锄 因为佛头都是拿个钵 所以拿个锄的 就是不动如来 当然不动佛 是在密秤里面 五方佛的第一尊 所以也显示 在印尼 就一直在 古时候 在第七 第八世纪的时候 之前 就有很多法师 就像后期的阿底峡尊者 从印度 来这边修学菩提心 所以到目前为止 印尼最出名的菩提心的大师 也叫荆州大师 因为他一出生 整个印尼很多地方 就变成非常有钱 这个就是菩萨 菩萨到哪里 都会对当地有很大的利益 所以将来各位有机会看 他有留下一个修行摆诵 还有所谓 孔雀克毒 这什么意思 孔雀是以毒 做他最好的营养 修行人不能怕苦 把各种的毒障碍 转为菩提心的祝愿 所以非常的出名 所以那时候印度的阿底峡尊者 也是一位王子出家跟荆州大师 但是呢 到处参访 了解了 在这个印尼 荆州这个地方 有一位大善之士 所以坐着船 跟几个侍者 遥遥远远的 从印度坐船到这边 印尼 而亲近了荆州大师 当然 荆州大师的教法 各位都听过 念一下 因果欺要义 至他平等 至他交换 这是最出名的 所以 因为阿底峡尊者 最主要修行的意义 也就是我们这一次 短期出家要追求的 菩提心 如何真正安住在菩提心 来修行 所以 他跟荆州大师就睡同一个房间 中间只隔一个步 为什么如此 这是荆州大师的慈悲 更是阿底峡尊者的智慧 如何这样的 来亲近有菩提心的善知识 乃是善知识呢 24小时 就是观照他的心 所以这样心心相应 在我们禅宗教 以心传心得到印证 这不是知识性的 现在很多人学佛 包括在学密法 看电视看书 没有真正的菩提心的善知识 那只是一种原究 但是呢 没有真实在利益众生修行 所以就造成堕胎也超度不了 业障也消除不了 离婚的离婚 生病死掉的死掉 就因为 在修行的过程 动机没有很圆满 所以 变成把佛法当作一种 比较式的 学术式的 你高我也要高 你得到这个 我也要得到这个 看谁厉害 你会扔眼睛 我也会 你会修仪轨 我也会 有一种比较性的 修行方法 但是在内心层次里面 一点都没进步 就像我看很多菩萨坚持 我要吃素 很好 我还在生气呢 你要吃素 他认为吃素是戒律 但是他不知道佛法是心法 特别大称佛教是心戒 就像 我也看到很多菩萨 过午不时 非常坚定 打死也不改 但是内心一点慈悲都没有 所以我今天讲这一次我不喜欢 也不会那么严 有人问我说 失误要不要三点半起床 我说不用 晚上可不可以吃 可以 只要你不生气 只要你不骂人 因为如果你没抓到这个 你把佛法当做一种疑鬼 天啊唱啊拜啊念啊 背啊很厉害 但是呢 内心的层次 就像各位在几天 有人五六个睡衣间 哦 开始修忍辱吧 有些人呢 不要 我要睡两个人的 这个人就很骄傲啊 不懂得修行 因为怕啰嗦怕麻烦 所以 他不知道修行是一种内心